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到这一盘的主角了 水莲合作是新上架的蔬菜 水莲我们吃的是去头去尾的细长叶饼 它其实还有小小的花 很像小莲花那样 那水莲它是在池子里面长大的 因此我们种植水莲的农民 它是要泡在水生极腰的池子里去采收 每一根水莲都得来不易 我为大家设计的这一套食谱 然后加上了我们的黑金文革 还有冷冻乌龙面 黄豆芽 然后还有枸杞子跟鱼莱菇 新鲜的食材跟我们现在新的东西 我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这是水莲我们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我再切断 切断之后我会浸泡在干净的水里面 这边看到我是有步骤的 我先起一锅 然后我先烫黄豆芽 黄豆芽烫完呢我就煮冷冻乌龙面 这个时间都不用太久 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就在这一锅水里面呢 加盐 因为我要来烫水莲 水莲基本上的处理方式就是 时间不要过久 它跟鱼莱菇一样 因为太久它就会容易太老了 对我大概这一次的烫的时间 大概20秒左右 然后我刚刚在水里面加盐啊 就是要让这一个盐分啊 跟这一个味道可以 渗入我们的水莲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都没有再调味了 然后烫完之后呢 我拿起来绿干之后 我就开始起锅 我要来炒文革 这有点像那个意大利面的做法 放一点蒜头 然后把黑金文革放上去 黑金文革呢 我通常买回来之后 我还会再让它吐沙 那吐沙的时候 如果是夏天的时候 你放在冰箱里面会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室内的温度 三十几度 都太高了 像海鲜类的东西很容易变质 稍微拌炒一下 现在我再把我们的黄豆芽放上去 然后把枸杞子也放上去 放枸杞子是我想要增添它 不一样的味道 还有颜色也很漂亮 然后它也会有点甜味在里面 稍微盖一下盖子 让它焖一下 这个都没有加水 它就是它原来食材 还有文革自己浓出来的水 文革还蛮好吃的 可是听说下礼拜好像 要暂停供应 然后我再把乌龙面放上去 我们的冷冻乌龙面 我觉得很好用耶 那它一包长长的是两块嘛 所以我通常只吃一块 另外一块我就用小保鲜盒 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冷冻起来 记得水帘我就最后再放了 因为在放水帘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熄火了 放上去再稍微拌炒 让它稍微再吸一下 这个糖汁的味道 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呢 看到我加了辣椒 所以我还倒了大概10ml的醋 因为我想要营造酸辣酸辣的感觉 那这一盘因为还有乌龙面 所以它可以是一餐喔 它非常的有饱足感 但我常回我爸妈家做菜 给我爸妈吃 我爸说即便给我所有的中式食材 我做出来的菜就是西式料理 所以这样一盘真的还蛮还蛮不错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